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說 明白泛民主派議員對於高鐵一地兩檢的政治憂慮 重申西九總站的內地口岸區是封閉式運作 不會出現內地人員跨境執法 內地口岸區是封閉式運作 即是不是隨便可以走出來 甚至乎內地人員也要在任務完成後 每天要透過鐵路回深圳 不可以在香港過夜 加上隧道 香港段全部都用隧道的形式 是隧道的形式 即是由香港的列車去到深圳的系統 博客系統全部都是用隧道的 所以一連串這些大家不用憂慮 會不會有跨境執法的問題等等 亦都內地人員明顯是沒有權進入香港執法 歡迎各學校代表 接受司長頒法的加許證明 張建忠又說已經和18區區議會 駐港外國領事、外國商會 簡報了高鐵一地兩檢方案 全部的回應正面 他又說已經去信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李慧琼 說當局願意在暑假開會討論 稍後都會邀請全體的議員 去到高鐵西九總站 以及閉石江車廠到參觀 提供出申請到最多的前景